大家好,大家好,各位同胞,各位韭菜,各位难民啊,各位中华民国自由地区的同胞们,大家好,但我的观众中,45%是台湾地区,中华民国自由地区,中华民国台湾,台湾地区,有人说这为什么我这么讲,台湾还是没有真正独立啊, 你还属于中华民国下面的一个同志的岛啊,而且吧,台湾还有大量的人还认可中华民国,你还认可中华民国,那我跟你就是同胞啊,知道,我们是在中华民国沦陷地区水生火热的同胞,你知道吧, 然后呢,我看啊,我看这个人有意思,我要跟中华民国沦陷地区居民,要跟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居民进行友好沟通 下面评论啊,他说什么,他说,你不是台湾人凭什么决定台湾的未来,你的思想也有宇宙国的概念,以为宇宙国我不知道是什么国,以为你能决定2300万人的家叫什么名字,他不是说叫什么名字的,是2300万人,你们是台湾人,你们凭什么叫中国的名字, 啊,所以我们高兴叫什么,不是你这个外人说战道士的,我告诉你,这国家名字很重要,你是美国,美国独立的,美国还能叫英国吗,啊,比如说,美国独立的,美国叫United States of America,那美国能叫,能叫Republic of England, 能叫这国家吗,你认为美国能叫这国家吗,说英国叫大英民国吧,美国能叫这国家,那美国还独立个屁啊,你想一想,美国是美国,不是英国,美国的护照上面也不写什么英国女王,知道吧,美国的国会你看挂了,是不是挂英国女王,需要挂孙中山吗, 美国人挂了,人人要么挂就是,我不知道国会啊,白宫里面挂的是怀仁顿,什么雕像啊,树像啊,什么林肯啊,之类的,他能挂英国的嘛,英国女王嘛,那不开玩笑嘛,那你说你台湾独立国家,你台湾为什么挂孙中山,为什么挂一个中国人, 古台湾的国会啊,说对我们而言,我们早就是独立国家了,我们有自己护照,军队人民选举,那是你们台湾人的军队,台湾人的护照,台湾人的选举嘛,那是中华民国的选举,知道吧, 蔡英文就任的是中华民国总统,你不信你看你的选票,你投的选票,是不是中华民国, 是你台湾自己的嘛,我真的,我对你进行友好交流,还护照呢,上面是你台湾的护照啊,不是中华民国的护照吗, 哎呀,当然台湾的同胞们还是有许多跟我还是有相同想法的,说,哎呀,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好问题,你看看, 说呢,大声调皮啊,爱台杠,哎呀,这位观众,哎,David Huang,是, King,说呢,台湾建国在天时地利人和,实际到了,水到渠成,对对对对,对, 哎,大声周末好,哎,周末好,周末好,我再看一个,还有一个,这一看好像也是台湾的, 这一看好像不是台湾的嘛,打的是减体制,说,大声快去送外卖,不要在那边乱讲, 第一,我跟你讲啊,现在美国疫情比较严重,送外卖都不敢送了,失业了,没办法,失业了, 现在吧,就,失业,失业,说,ADA,亚说,你又在,自嗨了,你不是美国人,你是中国人,美国人要有美国身份证, 我告诉你,我不想当中国人,所以我来美国,所以我在美国,我以后会当美国人, 我以后,我视频里面不是讲的嘛,对不对,我不认,我不认什么中华民国, 我也不认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不认,不做中国人, 从,只要他这个字里面,这英文里面有China,我都不认, 诶,真的,我希望台湾人民,你们也不要认, 这位,这位说呢,大圣,我是台湾人,你了解,有限,多读书吧, 你内涵真的不行,我内涵,我不是,我不是说啊, 台湾啊,真的,许多的观众啊,都是想听好话,他不想听实话, 他不想听实话,都想听好话, 哎哟,哎哟,来,这位有观众还说的好一点啊, 就是中华民国自由地区,看大圣讲出台湾人心中大实话, 我,我在感觉心有七七烟之外,我的天啊,台湾人民, 你们这个国语的,就是说,汉字的水平, 远远超过中华民国沦陷地区啊, 真的啊,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叫,我在心中,我在感觉心有烟烟,心有七七烟之外, 不懂,身为台湾人,也因觉悟, 学习,以色列人,全民皆兵,随时开干,对啊,随时开干, 保卫你的国家, 哎,说,这位观众也讲, 欢迎你来台湾观光旅游, 多来几次,才能了解台湾的现状, 即台湾人民的心态, 那就尴尬的心态啊, 台湾人民的心态真的是尴尬, 太尴尬了, 尴尬的心态啊, 我接着往下读啊, 这个中华民国自由地区的人民啊, 说,说, 哎,这不是中华民国自由地区, 这是中华民国沦陷地区, 打的是简体字, 说,怎么这几天, 天天讲台湾, 跟台湾杠上了, 没办法, 没办法, 就这位观众, 哎,下面回复的说的对, 叫醒台湾人民, 对的, 真的是中言利谣啊, 我再看一看, 看一看台湾自由地区的人民说什么, 不,不, 中华民国自由地区, 说, 哈哈, 大胜变成迷离版里谣了, 我告诉你, 李谣这个人我特别瞧不起, 李谣在, 你看, 他批评国民党敢批评, 我告诉你, 李谣是什么人, 李谣代表的是一大批台湾人的心态, 批评国民党凶了, 啊, 怎么样怎么样的, 多么勇敢, 批评国民, 共产党呢, 有几个敢骂了, 所以我就佩服台湾有一位叫馆长, 人家公开的骂共产党, 对不对, 你台湾你有几个你敢了, 啊, 你还他妈, 你还是台湾人嘛, 共产党都是你敌人, 天天要统一你, 天天要打你, 你都不敢骂, 说这位又有中华民国自由地区的同胞将大胜说出大实话, 台独键盘侠气呼呼了, 台湾独立是能做不能说, 走缓和路线, 不记录中共, 其实就是不敢没底气, 大家想要和平独立, 那确实真的太天真了,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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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Roger Wei说了, 也是中华民国自由地区的, 说台湾至少550万的垃圾的确是没错, 哈哈哈哈, 这不能说人家是垃圾, 人家可能是执迷不悟吧, 被洗脑了, 投国民党的被洗脑, 这位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同胞又讲, 台湾同胞团结起来, 让这位小哥好好做个外送员吧, 那咋呀, 我做个外送员又怎么了, 送个外卖又怎么了, 送个外卖我就不能讲台湾了吗, 我讲美国都行, 中国也行, 我讲习近平都可以, 平时不能讲蔡英文, 我讲习近平, 川普我都可以, 平时不能讲蔡英文, 我讲中国, 美国都可以, 我平时不能讲你台湾, 你特殊啊你啊, 你确实特殊, 确实特殊, 叫这位观众也说, 我推定了, 那你推定推定呗, 证明你, 证明你啊, 真的是, 那是你的问题, 叫还有一位叫观众, 也是中华民国自由地区的, 说的好, 诶, 又讲了大胜一针见血, 台湾族群问题太多, 八零年代前出生的教育很多次抱着中华民国这个这块牌位不放, 叫他放弃吧, 他们认不清现实, 认不清事实, 但我要说台独绝对要比减共更迫切, 对啊, 那肯定的, 共匪啊, 我看了共匪如果亡了台湾, 可能台湾人民你们就可以公投宣布独立了, 可能这个时候你们就敢了, 就可以了, 你看看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就开始流眼, 居民了, 人民, 大声你好, 以前刚看到你, 把台湾说得太好了, 现在越来越感觉, 现在感觉你越来越了解台湾人了, 你看看, 以此作为结束吧, 也表达我对台湾地区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自由地区, 同胞的感谢, 我一讲到台湾什么台湾国的, 就生气了吗, 许多人吗, 现在我就称呼你们为中华民国自由地区,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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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